北京延慶地區 今年下午4點多 降下2012年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 在康莊 張山銀等地降雪更為強烈 部分地區積雪已經10多公分 中共18大維穩車窗也管制 北京市政府日前通知 對途徑正至中心區的 17條道路的公車 計程車 全面採取有效措施封閉車窗 計程車的後車窗手動升向搖桿 在18大期間均需拆除 後車窗保持關閉 目的在防止有人向車外拋洒船单 多維線網網今天報導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胞弟薄熙成 已遭中共調查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法 指薄熙成曾經在4月初給朋友發簡訊 內容說薄熙來還已被中央做時 大家各自保重 不必再努力 薄熙成排行第六 曾任北京旅遊局局長 中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北京新大助學基金會理事長等職務 茉莉花革命網站報導 深圳觀覽薄熙其23棟女員工宿舍 9月16日電梯突然下墜 從11樓直接掉到1樓 3人當床死亡多人受傷 網上更盛傳 薄熙在深圳 鄭州和華安的場區 近期發生連串墜樓及死傷事件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上述事件在中國媒體遭到全面封鎖 記者曾嘗試向薄熙求證為果 新唐亞太電視總理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感谢观看